被外界称为作戏的对薄熙来的审理刚刚结束 案犯之子薄瓜瓜即被发现 谈笑风生的出现在纽约的豪华咖啡馆 外界质疑 涉杀人重案的案犯一家 为什么不但没有正常人的惭愧和悔改之意 反而得意洋洋 是什么造成这一家人异于正常人的表现 请看一下分析 薄熙来依审待判 现在还关押秦城监狱等候判刑结果 自开审以来从未曝光的薄瓜瓜 31号首度在美国纽约的船湾咖啡店现身 他与有人谈笑风生 似乎丝毫没有受到父亲在中国受审的影响 他所考量的也正向中国培养 二代 关三代所拥有的一种心态 就是心理变态与畸形 所以他们根本不考虑父母是怎么样 继续在国外花天酒地过着自己生命的生活 这可能也是他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那么是什么原因造就了薄瓜瓜 这样的人生观呢 薄瓜瓜现在这个样子 在人性这方面呢 正常的人的东西 我觉得已经很淡薄了 去而代这个就是党文化造成的 这个生命的这种蔑视 中国问题观察人士张建认为 薄瓜瓜作为一个顽固子弟 从小在权力场 政治场的环境中耳濡目染 早已习惯中共政治体制下斗争 厮杀的残酷性和血腥性 张建指出这种环境也会造就他麻木不仁 以至于父母双双入狱时 他没有正常的对父母的思念和忧虑 作为薄熙来的妻子 谷开来一个被判死缓的女人 丈夫被审 儿子不知下落 在做不利于丈夫的证词前 法律规定完全可以保持沉默 可是谷开来不但出庭 为自己的丈夫犯罪指证 并且情绪稳定 态度从容 甚至一度还笑出声 已经超越了身为妻子和女人 应有的心理底线 张建认为 谷开来和薄熙来作为柜子手 在不断的杀人当中 早已失去了人性 才能在审判中大言不惭 温文尔雅 泰然自若 谷开来的确是一个杀人犯 薄熙来也是沾满了鲜血的一个柜子手 他在重庆打黑当中 杀了这么多人 在活体器官的贩卖当中 他谋起了暴力 残害了这么多有信仰的人群 我认为他们就是披着人皮的财老 而薄熙来在法庭上 也同样指责自己妻子是疯子 是为了减刑而诬告自己 很长时间 我其实是有点想不懂 作为一个人来讲 为什么他会做到国灾器官 器官移植 这么样一个罪恶的事情 看到他这家人的这种表现 我觉得就可以理解 薄熙来受审 外界普遍认为是中共导演的树立所谓法制形象的双簧剧 作为主角薄熙来 在以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和不提重庆打黑残害民营企业家为筹码的情况下 轻松地扮演着失败英雄的角色 外媒评论说 薄熙来依然是一副领导的样子 九评共产党指出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 中国人父子相残 夫妻反目 母女告发和师生互斗的事情普遍存在 那是党性在起作用 这种党性是共产党组织长期训练的结果 这种训练是从幼儿园开始的